马币最近都在贬值 目前 马币对新加坡元的汇率约为3.44 对美元的汇率约为4.67 就和上个视频所说的一样 马币对美金十年来已经贬值了32% 而近年来的贬值幅度更加大 这其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马币越来越小 我们需要用更多钱买到用品 消费能力越变越小 在马币贬值的情况下 以下是您应该考虑采取的七项措施 一 了解您的财务状况 您可以开始记录账目并计算每月的开支 例如车贷 房贷 饮食费用 娱乐费用和交通费用 如果您每月有定期储蓄 您还可以知道储蓄占月薪的百分比 二 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在记账满一个月后 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自己的开销都花在什么地方 以及是否存在不必要的支出 了解自己的现金流向后 你可以找出导致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例如下午喝的那杯奶茶或无意间网购的小商品可能会增加你的开支负担 三 正确的财务分配 最理想的财务分配是 生活费占50% 投资15% 储蓄25% 娱乐10% 同时应存有应急基金至少三个月薪水 四 存储薪税的10% 无论薪税多少 都要坚持每月至少存储固定的10% 如果每月存入200码币 一年下来就能积累2400码币 加上利息多年后将变得相当可观 这笔钱可以用于定期存款获取利息 购房首付款 减少于银行的贷款额 投资 甚至在失业时维持生活 当然储蓄越多越好 五 将薪税的10%用于投资 每月将薪税的10%用于学习新事物 投资股票 基金等 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投资项目 并逐步实施 从长远来看 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将会很高 如果想要开始投资 又不知道花钱上课 是不适合自己 可以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获得免费课程视频学习 每股期权投资 六 设定财务目标 列出自己的短期和长期财务目标 并仔细考虑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目标越具体越好 例如 如果你的目标是每年储蓄3000码币 那么你需要知道如何储蓄这3000码币 例如每月需要储蓄250码币 每天需要储蓄约8码币 七 购买适当的保险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应考虑购买医疗保险 虽然每月会增加一笔支出 但医疗保险可以在意外发生时 减轻我们的后顾之忧 但是 储蓄和财务规划 只能让你省下仅有的收入 并不能提高你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储蓄和省钱只是短期的解救方法 要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你需要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现金流 除了升职加薪 做副业 你也可以做好上面七件事 在你有了一笔储蓄后 可以把储蓄变成投资的第一笔资金 开始让钱为你生钱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投资很难有风险 一不小心会把资金和储蓄都亏完 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稳定增长 但其实有一个数据证明的方法 只要每个月像存钱在银行一样投资 在退休后可以让你有百万的资产 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明天会用视频和你讲解 要如何从现在开始 用五百块滚出你的百万资产